各位好,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文台的天氣節目 我是黎雲俊 香港今天受到一股清靜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影響 所以風勢比較大 同時間雲大也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 所以今天維港網催的天色就一般 但到下午某些地區都會見到陽光 不過整體陽光不是很多 加上今天風勢也比較大 所以今天最高的氣溫大概是在23度左右 至於今晚和明天的天氣就不是差太遠 就是大致多雲 明天一早一晚會有一兩陣微雨 最低氣溫大概在19度 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 最高氣溫大概在25度 吹和緩的偏東風 初時風勢是清靜 之後幾天的天氣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預報圖 預料一度冷風會在星期五的稍後時間抵達華南沿岸 到期時這些地方就會有幾陣雨 而去到周末期間天氣會稍微涼一點 所以我們只望星期五的能見度是較低 以及有幾陣雨 但日間是溫暖的 而星期六因為冷風過了 所以天氣會稍微涼一點 而星期日的風勢就會比較大 同時也要留意下 在下個星期中期 預料將會受到一股季後風的補充影響 到期時廣東地區的天氣是會轉涼的 好了這一節的天氣也說到這裡 下次見